新北市从去年9月份是推动了第一次找工作的青年就业服务 结合职业心理测验、团体辅导、履历、见诊等服务 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人接受了这些服务 并且有312个人是成功的就业 透过新闻一块去了解 市府劳工局表示他们发现 许多年轻人在毕业后半年、一年、甚至两年都无法就业 不是没有媒合机会,而是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此希望透过初次寻职的辅导就业模式 来帮助需要找工作的年轻人 包括资压导航 当然资压导航包括我们职业心理测验的部分 还有资压至上团体辅导 还有履历见诊 还有产薪的一个合作 我们希望开花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职业 然后协助我们厂商来培训能力 那经过我们面试、真试以后 那我们培训,然后直接就辅导 信后以后就直接辅导就业 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透过初次寻职青年就业服务计划提供的职业心理测验 职业、资商、团体辅导、履历见诊服务 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针对没有一季职场的青年也可以参加产训合作班 训后美合就业 我们不只是在我们初次寻职的青年朋友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职场上还有一些弱势的老公朋友 比如说一些中高龄或一些弱势的妇女 或是一些新住民、中高龄或是生长朋友 其实我们就会用这个前职业的一个就会辅导方案 去帮忙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劳工朋友 让他们顺利的进入职场 劳工局表示 未来将扩大这样的服务模式 许多进入职场又离开职场 对职场不适应者 在就业或是转业者都需要职业导航 期望劳工局透过全职业的就业辅导来协助 继续扩大办理产讯合作 提升美合辅导 让有需要的民众感受到新的就业服务 这边将视频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